台灣總統說已經是一個桃花源了 他把災區都說成是桃花源了 但是羅教授要問的是說 台灣誰的世外桃源 是誰的 我們要說清楚是誰的 來 台灣有些年輕人 已經窮到沒有錢倒垃圾了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在大台北地區 你如果要倒垃圾 你要花錢買垃圾袋 這是一位失業青年的哀怨 他買不起昂貴的專用垃圾袋 曾幾何時 在大台北地區連倒垃圾都成了有錢 才能夠擁有的權利 那麼事實上有很多上班族 他下班肝不會到那個 倒垃圾的時間 他怎麼處理 很多住大樓的人是怎樣 一個又可以花300塊 你要垃圾袋一筆錢 你還要再花300塊錢 請有空的人來幫你倒垃圾 非公我們上班族 下班時間已經是很晚了 沒有時間倒垃圾 還要花錢錢拿到雙重剝削 再來看看這個媽媽的心聲 這個媽媽怎麼說 這個媽媽說 我兒子失業一年多了 但是時間一到政府就會寄賬單來 什麼賬單 是政府對失業者還要吹繳 國民年金的賬單 根據最新的資料 台北市中古煤瓶均價51萬 新北市衝到了煤瓶30萬 台灣是誰的世外桃園 我們再來看看這一篇 這個羅委員應該也接受很多民眾的一個抱怨跟爆料 這個現象也要給你看一下 政府說他要幫政府 政府要幫這個軍工叫來加3%的薪水 錢要從哪裡來 是不是從這裡來 來看這也是羅資教授所點出來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立法員 應該接到很多民眾的陳情 政府最近引發民怨 另一項作為是什麼 國稅局針對為數20萬以上的小店家 要求收編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這項作法看似合理 民眾的感受卻認為 這又是政府抓小放大的立正 談不上租稅公平 台北市中有一個賣肉飯的 政府就是派人在那邊一直算 他賣幾碗滷肉飯 他氣一下 氣一下就說我先不要做 那又再看看 這就是政府一個誰的 世外桃源是誰的 羅律師列官